今天我们来学习圆周角的定义和定理 首先来看看圆周角的三个定义 第一个是弧的定义 连结圆欧的圆周上不同的点AB 这一段弧就叫弧AB 第二个是圆周角的定义 连结圆欧上AB的两端A和B 与除了AB之外的圆周上的点P 形成角APB 它所对的弧就是弧AB 这个角就叫做圆周角 第三个是圆心角的定义 角AOB叫做弧AB所对的圆心角 到这里三个定义的说明就结束了 接下来看看圆周角的定理 圆周角的定理是 同一段弧所对的圆周角 都等于这条弧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用式字表示就是 角APB等于二分之一角AOB 这就是圆周角定理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 按下播放键圈出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角X与45度的角是同弧所对的圆心角和圆周角 所以圆心角X是圆周角的两倍 45度乘以2等于90度 圆心角X就是90度 同时 角X和角Y是同弧所对的圆心角和圆周角 所以圆周角Y是圆心角X的二分之一 90度除以2等于45度 圆周角Y就是45度 第二题 X是圆心角为270度的弧所对的圆周角 所以圆周角X为270度圆心角的二分之一 270度除以2等于135度 圆周角X为135度 两道题都答对了吗 最后来复习 第二个是圆周角的定义 第二个是圆周角的定义 A B 所对的圆心角 接下来复习一下圆周角与圆心角的定义 同一段弧 同一段弧所对的圆周角